因为其实明天 这个我们有关注到 两件大事件 非常的一个 影响盘面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iPhone X 要正式的开卖了 然后到底会不会 像过去一样 造成排队的轰动热潮 这当然很关键 那另外一个 也是在明天 大概我们开盘前 就会知道的消息 川普你明天要来进行 提名FED主席的新任人选 目前看起来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判断 应该是偏歌派的鲍威尔 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他是比较支持 叶伦升息的 那看起来12月升息 应该已经底定了 对不对 再再就会牵动了 外资的动向 对 那最近我们也看到 这个美元 开始有出现了 比较升值的现象 所以大家就在看了 最近外资进出动作 也不大 现在它有点转卖了 如果美元继续升 升鞋底定 那有没有可能开始 外资的操作 就会被影响到 昨天 有您说到了 明天的一个盘面 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操作日 开高开低 该怎么操作 OK 好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就有讲过了 到今天为止 大盘已经横向盘整了13天了 明天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明天第14天 收红的话 这个盘势有机会展开连续4天的 震荡走高的走势 可是反过来 如果说是收黑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震荡走低 4天左右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其实昨天我已经提过了 对不对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在这里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 他出现过一次震荡盘整13天 93天 对 结果第14天开始 出现一个跳水的走势 跳水了5天 跳5公尺深 然后再来一次 又是13天的盘整 这是在9月的时候 然后第14天开始 跳水了6天 所以在这一次 是不是会历史重演 我们投资朋友 非常非常地要注意了 好 所以明天到底会不会 收黑K 这个会是明天可能大家特别注意 波段操作 你可能可以依循到的另外一个方向 我要继续问一下副总 因为接下来 这个大盘刚刚君强给我提到了 好像这个资金在出现一些 移转的动向 因为说实在进入了第四季 照理来讲 是原物料的一个旺季了 那么看到 我是观察油价了 油价其实从6月的低点 波段以来已经涨三成了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盘 有点蠢蠢欲动了 今天抢什么 钢铁 电器 电纜 观光百货 都是原物料 都是比较传产的部分 所以有没有可能资金往这个方向 开始有点集中的现象 其实相当 这个动作相当的明显 就资金流向 从电子股流向了 其他的传统传业股 这个迹象非常明显 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贸易百货 这个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 可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 他在这边盘整了 这个5 6天之后 他今天突破了 今天突破 意义在哪里 因为接下来双十一了 对 我刚刚提到的 购物旺季要来 对 购手足要来了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投资朋友 是可以值得观察注意一下 好 刚刚呢 这个永年哥提到 电子股已经出现了 有一点点往下的味道 但是大家会看 有没有做头的疑虑 因为说实在到了年底 其实也是电子业的一个旺季 但其实旁边都有很多电子股 已经先跌一大段了 哪些已经有危险讯号出来了 我最看的是那个GIS 很好玩 没有错 苹果的iPhone X马上开卖 它是平概股当中 营收数字最好 结果已经先破半年线了 对 没有错 你看它前九个月的平均的 它的营收的累计的年增率 是高达70% 很恐怖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GIS 它最近会跌得很凶 它跌了三成 为什么跌三成 因为它今年从开年到现在 到最高 盘中最高为止 涨了461% 四倍 四倍多 涨多了 开回党 对不对 所以有一点利多出境的味道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做一些这种 这个疑似做头 或者是已经展开回党股票了 像是世新 对不对 世新大家没注意到 它九月的营收年增率 107% 很好 它创历史的新高 结果它这一波 它跌下来跌了17% 那郁金光这不用讲了 它跌了45%是多 那之前呢 其实它涨幅也很大 那旺宏也是一样 旺宏呢 这个利多嘛 对不对 敌人一直缺掌 敌人现在抢得不得 对 茂莲也是一样 茂莲之前你看它的 真的是特斯拉概念 而且它的营收 到九个月份营收 年增率89% 创历史新高 它是连续四五个月 创历史新高 是 对不对 可是它跌幅12% 这两个还算回得不深 到底回是不是买一点 其实大家也想知道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 好 等一下再也跟个讲 好 那另外呢 这些是它的九月营收 是有年增的 它的跌 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疑虑 有点疑问 是不是利多出境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 它的九月营收是年减的 那它就跌 这边是负的 理所当然了 对 对 就理所当然了 所以这一切呢 我们就不用怎么讨论了 它本来营收不好 就该跌嘛 所以你看到 有基本面 没基本面 都跌 都跌 对 那我们就要去找说 它跌的理由跟原因 头已经出现了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世新 世新之前 因为它是比特币概念股 又是AI 人工智慧概念股 对不对 之前大涨一波 大涨一波 涨得很凶 然后在过去 七个交易日子 你可以看 从最高点一路跌下 跌了17% 它为什么会跌17% 其实呢 它每一档股票的回档 它都有它自己的理由 不是一概而论的 那世新的这个营收 基本面不用讲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三大法人 它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从这个十月份开始的进出 你可以看到 卖多于买 赚保了 可以出了 对 获利潮结了 而且呢 如果你把成交量打下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 它是价涨的时候量缩 价跌的时候量增 那表示有人在压低出货 价量背离的情况 在这地方看到了 对 它压低出货 在震荡出货 那另外的茂连 茂连就有点冤枉了 我们这样子讲 茂连为什么冤枉呢 因为它事实上 它的这个营收的表现 非常的好 对 非常好 那最近呢 为什么会一跌跌了12%呢 那当然在法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差不多 买卖的张数 其实差不了多少 有卖有卖 对 它为什么会跌成这个样子 因为特斯拉砍单 对 有没有 它的Model 3做不出来 结果砍单砍50% 市场上传说50% 所以它是因为这个因素 但说实在话 它之前涨到这边来 对 乖利也大 现在修正这样子的话 也是合理 这里有没有办法 是不是有个支撑 那是很重要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季线 这要是季线 季线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它是一个中期的多空分界点 而且因为它上升的角度够陡 所以它应该会提供一个强劲的支撑 所以我们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它季线的支撑怎么样 现在心情是什么 现在心情就是 我要是没有电子股的 我空手的 那我反正买不起 我横手要转下去 找一些低基期的 没有 这些人也没有离开股市 没有错 他们到哪里去了 对 他们现在等 你知道吗 等什么呢 等到低基期的股票 这个反攻的讯号发起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进场 一般的投资人很少说怎么样 很少说这个股票在低档盘整 我进去买了等它涨 一般都不会 一般都等它起涨了才开始追 一般的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对 讯号响亮了吗 对 讯号响亮没有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今天其实就相当的明显 今天的这些的钢铁股 还有纺织股 还有生计股 你可以看 这些的股票 其实他们的今天的表现 盘中表现都相对的强势 它为什么会强势呢 除了你可以看 它的营收是年增的 中红营收年增率相当高 它的涨幅 其实这一波的涨幅 涨幅相对电子股来讲的话 真的很少 没有被资金青睐到 对 对不对 根本都没有人在玩 最多是两支停板而已 只有一档股票比较例外的 是易华店 易华店它9月份的营收 还是年减的 可是它在最近的涨幅 已经达到5成了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原因 因为这个 现在大家都用18比9的面板 手机的面板都18比9 它是全世界唯一 唯5的5家 会做COF这种封装技术的 就是 那台湾是唯2的 独占技术 对 独占 寡占的技术 所以这一流行起来 它立刻可以咸鱼翻身 所以这种股票叫 咸鱼翻身股 它打底打很久了 那这几档股票 我列出来这几档股票 其实底部都非常非常扎实 所以追着资金跑 看看他们到哪去 转弯转到哪去 对 刚刚 勇林哥 我刚才问他说 讯号发起了没有 攻击讯号发起了没有 我们只知道一个 大概的概论就是 从电子股转向了传产了 传产的哪里 OK 好 那么有几个类股 其实可以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我觉得是钢铁股 你知道吗 为什么钢铁股 你看 张元这张股 可是钢铁股 我们昨天其实有提醒大家 是否议了 但今天开高 爆很大的量 今天去追的人 可能讨不到便宜 对 第一天 千万不要随便去追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天起涨的时候 不要随便去追 因为当天不留上影线 第二天也会开高走低 通常会走这种走势 所以你可以看 像以张元来讲的话 做不锈钢的 其实你可以看 在过去这三个月有沒有 这三个月 这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有没有看到 买超的张数 比远高于卖超的张数 所以法人还没开始卖 其实他根本还在默默的 在吃货 他在默默吃货 只不过今天因为盘中 一下子冲到掌停板 追价的人太多了 你看看追价的人太多了 他就赶快出一出 永年哥刚刚说第一天 不要抢劲 明天第二天 能跟吗 OK 好 那么我这样子看 明天如果说强势的话 强势的话 他会拉一根长红棒出来 把这个上影线吃掉 相对比较弱势的话 他会留一个下影线 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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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好是不要补缺口 留个下影线 收个十字线的话 他会这个叫做 技术面上叫做 上下影线交错反转 上下影线交错反转 就是由弱势转为强势 那他会有机会再涨 所以这张股票 可以值得观察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